大家好,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0月14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08.30 收盘价是221.72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2.99 最低价是在206.22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6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重新占上了5日均线值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9148.30万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36倍量增 KD值快线上穿了慢线 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的反转 MACD开口变小 那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的方向发生了转折 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减弱 好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10月13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实体长绿K线 是一根上涨的K线 它的位置是股价在下跌到低档的位置 那在这样一个低档的位置出现实体长绿K线 并且呢带有很大的成交量 那这说明股价出现了止跌 那也就是预示着后续股价会出现向上的反弹 甚至是上涨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10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那第一个可能呢会出现反弹 收盘价会在226.5这个位置 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下 收盘价在213.5附近 对 实际在10月13日收盘价是在221.72出现了反弹 那这样的数值和我们预测的虽然相差比较大 但是呢本质是相同的 也就是它的收盘价都占上了前一日这个倾廷线的最高 也就是确认了这个止跌的变盘信号K线 并且在当日啊是低开盘 然后呢在日内就形成了反转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上行 那上行的目标呢 我们会看到就是要突破这个下行的趋势线 这个下行趋势线和当日K线交点是在229这个位置 那么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是在229附近 所以我们上移这个水平线 对 作为一个日内的 作为一个后续的观察 对 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 那如果股价能够突破这个趋势线呢 上方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回补这个小缺口 234到235 当然如果再能回补这个缺口呢 日后我们说它一定是去回补上方的缺口 或者说是要测试上方的这个20均线值 当然这是应该是在日后的K线出现的 那么我们说在229这个位置啊 依然是一个比较重的压力 因为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认为依然会有很强很大的卖压在这个区域 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巨型啊 是昨天我们说在这个区域会有很大的卖压 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巨型调整到 今天 对 那我们说对于10月14日来说 前面这个K线的高点223一直到229 那这个区域对于10月14日是上方是卖压 是非常重的一个区域 对 股价呢 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啊 预压而折返向下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股价的横盘或者说是下行 那如果股价在这个地方预压 折返向下呢 我们说下方的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220到221之间 嗯 那么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到220 也就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 我们把它变成红色作为日内的一个观察线 然后下方的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2号趋势线 嗯 这个2号趋势线啊 呃 我们 把它的颜色变换回来 它将成为下方的一个支撑 对 说股价如果在日内呃 跌破了这个5日均线值啊 那下方的这个2号趋势线将成为一个强支撑 那它和当日K线交点是在217附近 对 好 那如果2号趋势线被跌破呢 我们说下方的支撑就是前面的最低 二百零六 也就是如果股价出现在此车反向下 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前低二百零六 好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对于10月14日来说 日内我们特别关注 股价是是否能够在220 也就是5日均线值的上方运行 如果日内不跌破这个位置呢 股价会继续反弹向上 那去突破229这个位置 嗯 那我们说 对 在229以下到前低 223以上这个区域啊 我们说股价如果不能突破 很可能收盘会收盘在这个位置 对 好 那如果在日内盘中股价跌破220 在220下方运行呢 那我们说217 也就是下方这个二号趋势线 将是一个强支撑 对 那 如果股价 嗯 在10月14日啊 既不向上突破 也不向下跌破 那我们认为 它会在217到229之间运行 也就是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嗯 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上方的压力位 第一个就是223 前高 然后是这个 嗯 上方的229 是这个 当日K线和趋势线的焦点 1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地方 10日均线值是在229到230之间 嗯 这是第二个压力 第三个压力就是234到235 上方的这个缺口 好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支撑 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是在220到221之间 然后是217 是2号趋势线 接下来的支撑 第三个就是前低 206.22 嗯 再下方的支撑 第四个支撑 就是200关口 对 好 那基于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 我们给出10月14日股价的预测 我们预测10月14日股价将会出现上涨 如果是上涨 它将是一个高开盘 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1 最高 在这个位置 最高会到达230 收盘会收在228.5附近 好 这是第一个可能上涨 第二个可能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 如果是横盘向上 它有可能是高开盘 也有可能会是低开盘 然后呢 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0 最高会到达226.5 在这个位置 收盘会收在224附近 对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 在10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感谢大家的收听